时定有一位郑长伯他为了要做出不一样的麦芽膏 特别用砖头打造了炉灶 并且用柴火来炼制麦芽膏 另外他还特别盖了一间暗室 借此要来培育出高品质的小麦草 郑长伯的坚持还有执着是从何而来的呢 接下来透过我们的报道带您来认识这位郑长伯 用炉灶彩火遵循古法熬煮的麦芽膏 制作过程辛苦又费时 不过在时定却有一位快70岁的老阿伯 坚持他的麦芽膏一定得如此制作 这位老阿伯大家都叫他郑长伯 从食品公司退休之后 他选择回到故乡时定定居 而在偶然的机缘下 他从一位已经96岁的老婆婆娜 学到了传统手工麦芽膏 我那时候感觉很好奇 煮麦芽膏我们想象中小时候 是铁鱼远派人骨骑 普通我们就去煮麦芽膏了 学这个不错 因为怀念小时候的味道 郑长伯将煮麦芽膏 当成一种休闲一种兴趣 没想到煮着煮着 煮上了饮也煮出了饮器来 客人来 我挖牙四次吃了以后 第一个都说 都跟不一样 听到这句话就很高兴 不要说赚钱赚多少 人家说跟外面不一样 这样就够了 郑长伯的麦芽膏 究竟有和高人一等的地方 让许多客人一吃成老主顾 郑长伯自豪地说 就是完全天然 以前台店很多同事来 送给他 或者一直来买 虽然只是利用简单的几种原料 做出麦芽膏 不过正常薄的麦芽膏 制作程序 可是一点都不简单 为了要培育出品质好的小麦草 郑长伯就下了不少功夫研究 还特别盖了一间暗室 避免阳光照射 同时利用冷气控制温度和湿度 在这个量身打造的环境中 所生长出来的小麦草 有别于一般是金黄色的 小麦草从花芽到收成 大约需要五到八天的时间 收成后的小麦草 必须先经过洗净 然后放到绞肉机里搅碎 接着就是利用蒸熟的糯米 山泉水 开始最重要的步骤 让麦芽进行糖化 糯米就是我们 就像这样做麦芽膏 整厂炒的 好了以后 把它放在锅子里面 糯米小麦草 水下去 每差不多十分钟搅拌 给它糖化四个小时 糖化过程当中 温度的控制是一大关键 为了拿捏出适当的温度 正常博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们在烧的那个火 木炭火火 把它红色的火 全部用那个叶荷火火 火灰 把它盖到不能看到有红色的 所以我们在 在糖化的温度 差不多四十到五十度左右 你太热了就把劲杀死了 太冷了就超胜了 糖化完成后 再来就是要进行滤渣 而过滤好的麦芽汁 再度回到了大锅里 要做最后的收干 在柴火催促下 麦芽膏逐渐变得浓稠 也不断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气泡 正常博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因为麦芽膏即将大功告成 给它留留留 留到最后 看到这边的速度 留到速度 慢慢地跑不动 这样就可以了 从小麦草采收一直到麦芽膏收干 当中最少要花十三个小时 所以正常博一家人 通常是从凌晨十二点就开始动工 分工合作 即使再累 大家也没有怨言 因为王家的每个成员 都认同正常博的想法与理念 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都深深感受到了 他的执着与努力 煮这个麦芽膏 基本上是一个那种文化的传承 把古人的智慧 其实延伸下来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又很好 很健康 所以我们就传承 以传承的心态来经营 将麦芽膏装进一罐罐的玻璃瓶中 此时是王宏健身里头最感动的一刻 付今常年的智慧累积 由他亲手装罐封存 正因为如此 王宏健决定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将古老制法传承下去 你想到后继友人 郑长博的声音中充满欣喜 我跟儿子讲说 在三年以后 再两年 到时候你当老板 我帮你打工 你完全不死 你说怎么快 我说对啊 我老了 郑长博的麦芽膏 既天然又健康 不黏牙且充满丰富内涵 最重要的是 里头还加进了郑长博一家人 同心协力 和乐融融的温暖情感 要让每位客人 除了吃到道道地地的古早味 更能够品尝到 对家人的关怀与支持 请不吝点赞助 发生意 把 fent赛